大家好,我是龙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要去除胶带残留的胶硬,方法这么简单,不洗不刷,轻轻一擦,立马干干净净的,不留一点点的胶硬哦,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家里面的瓶瓶罐罐上面都会有这些标签,上面写着生产日记以及它的配料和它的作用等等 而这些标签我们想去除掉,就非常的困难,很多时候都会将它撕破 那么像塑料的胶签我们轻轻一撕就撕开了,非常的轻松,基本上也不会留下残留 但是如果是纸质的这种标签,撕下一层之后里面还会有许多的残留 我们基本上撕下来都是表层的这一层 而为了去除这些标签,很多朋友不惜用家里面的钢丝球来刷 甚至是搭配上细节精或者是其他的洗地用品来刷洗 效果依然不理想不明显,刷过之后上面就会留下许多划痕 而且依然去除不干净,看起来也非常的脏 难道这些瓶子就要扔掉了吗?扔掉也太可惜了 因为放在家里面有许多其他的用处 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去除胶带残留胶硬的方法 不用一滴水,轻轻一擦就掉了 方法相当的简单实用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和我现在一样的经历 撕标签的时候,只把上面的这一层撕掉了 而下面还是特别稳稳的粘在罐头瓶子上面 一点也没有想要被取下来的意思 第一个方法,找到家里面的酒精 然后把酒精直接放到喷壶里面 将它喷洒在有胶硬的地方 酒精平时我们主要用来消毒杀菌 其实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来去除胶带残留 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方法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有胶硬残留的地方 均匀地喷上一层酒精 因为酒精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而且它还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可以快速地渗透到胶硬里面 直到表面的酒精干掉 像这样,我们的标签残留已经充分地将酒精吸干了 那么再在上面喷洒上一层酒精 和之前一样,到处都要喷洒到 喷好之后,不用再等 直接用我们的手轻轻一推 标签很轻松地就被去除下来了 整个过程毫无费力 这是因为酒精具有很好的渗透性 并且呢,它还具有很好的挥发性 因此干起来也非常的快 当我们把胶钳残留,取除干净之后 瓶子上面也不会留下任何印记 刚才基本上半个瓶子上面都斩满了胶钳 平时很多朋友都是用钢丝球来刷洗 效果并不理想 而可以看到我们喷过酒精之后啊 胶钳轻轻松松地就被取除完了 去下来的胶带残留放一旁 然后用干净的纸巾 将上面再擦一擦 把上面的酒精残留也擦掉 擦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瓶子非常的干净 没有一点胶带残留 像这样我们装完罐头 或者是水果酱之后的罐头瓶 还可以二次利用 而且呢像新的一样 非常的好用哦 第三个方法 找出家里面便宜又好用的风油精 风油精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 就觉得不可思议 对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找出家里面的风油精 将风油精倒在胶带残留处 轻轻的涂抹涂抹 在很多朋友的认知里面 觉得风油精没有这个作用 平时主要用来涂抹在咱们身上 被蚊虫叮咬过的地方 其实并不然 风油精除了它本来具有的那些作用 和功能之外 在生活中还有许多的神奇用处哦 比如说今天用它来去胶带残留 就非常的棒 用过一次之后 你就会知道有多好用了 涂抹均匀后 现在我们用手轻轻一推 上面的胶带残留就很容易 被推下来了 非常的轻松 不费一点点的力气 简简单单的 十几二十秒钟 上面的脚印残留 就被取出下来了 接着用干净的纸巾擦一擦 罐子就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残留了 除了一些胶带残留之外 像这种标签 完完整整的 还没被撕开的 也可以很好地 将它完整取下来 当我们直接用手撕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许多的胶印残留 它的印记都留在我们的罐子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风油筋 滴满整个标签 沿着标签的边缘处滴下去 每一个边角处都要滴到风油筋哦 这样可以让风油筋很好地被标签吸收 滴好后用手再涂一涂 这样更利于标签吸收风油筋 涂抹好后不用等待 现在就可以很轻松地将它撕下来了 先把刚才撕掉的这一部分撕下来 然后从标签的另一端将它揭开 轻轻地往外拉扯 看一下一整个标签就被完完整整地取下来了 而且罐子上面没有留下任何的胶印残留 和胶印痕迹哦 是不是非常棒呢 把上面残余的风油筋用手擦一擦 罐子就焕然一新了 像新买回来的时候的样子 没有任何的胶印残留 这也太好用了 第四个小方法 用家里面的凡士林 说到凡士林大家都非常的熟 尤其是秋冬季节 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来涂抹手 即使除此之外 咱们还可以用它来去除胶带 残留下来的痕迹 将凡士林均匀地涂抹在痕迹上面 轻轻地搓一下 凡士林是这种固态的 它具有很好的润滑作用 而且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油分 我们将它均匀地涂在胶带残留的胶印处 涂好后放在一旁保持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到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用刚才一样的方法 用咱们的手指往前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刚才非常顽强的脚带残留下来的痕迹 轻轻松松地就被我们去掉了 手指推一推之后 再用纸巾 以刚才之前的那种方法 同样的方式 轻轻一擦 胶印就不见了 哇 这也太棒了 真的是一点也看不出 之前这里有胶印哦 第五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直接 也就是用家里面的橡皮擦 没错 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用来写作业 擦铅笔的橡皮擦 随便找一块家里面孩子用下不要的橡皮擦 对准胶带残留痕迹处 轻轻地擦一擦 就像平时我们擦铅笔印一样 多擦一会儿 大概三十几秒钟过去了 我们的橡皮擦 上面损耗了许多的橡皮 但是与此同时 可以发现胶带残留下来的痕迹 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 那么这个到底是利用的什么原理呢 你知道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当然最后的这个方法虽然好用 但我个人觉得它却不适合去除大面积的胶印残留 因为那样真的是太浪费橡皮擦了 而小面积的胶带残留 我们就可以利用橡皮擦 轻轻一擦就不见了 非常的棒呢 擦除胶印之后 我们用手轻轻地将表面的橡皮残留拍一拍 这样罐子就焕然一新了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